切掉重牌 來 運動中的天體 運動中的天體 要介紹我們地球啦 月球啦 太陽啦 還有宇宙之間的關係 還有修衣鞋 最好是有喔 那也不錯 表示 為了紀念我 在上面弄了一個星星 那應該是衛星吧 不一定啦 有可能是一個消息師 對啦 它是宇宙回程 下一次我們看到一顆 那個隕石準備朝地球攻擊的時候 哇 你把命名叫冠元 你要準備毀滅地球 要毀滅我們的地球 好 既然在討論的宇宙 宇宙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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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遠 有多遠 人類發射的一艘太空船 在30年前所有發射的一艘太空船 還沒飛出太陽氣 已經飛出去 超特高的 去年都飛出太陽氣 他們只有畫那個 男生符合女生 符合畫那個是 對 它是一個概念 我們在哪個地方 我們上面有什麼東西 DNA 有些簡單 有些生物科 搞不好他直接寫英文會比較快 他沒有寫英文耶 他就每款版本都寫一種 也沒有啊 他寫一種 沒在懂啊 他們用的是 他們上面有寫過語言 全宇宙的人都看得懂 他為什麼是數學語言 就是數學語言 應該是數學語言 數學語言 數學語言 如果我們今天用數學語言 我們也不用寫英文二 可能我們這裡的二 跟外星系列的二 可能不太好 每個地方都不太好 對對對 所以他又會用一些 你容易 那是有變成一個密碼 我們要去解釋別的東西 會變成在先用密碼一樣 所以要解碼 但是你要把它解得很簡單 那很容易拆出來 那是什麼東西 所以你可能要付諸一下 又畫個圈圈 可是有個符號 畫兩個圈圈有個數 畫三個圈圈有個符號 我就基本的已經告訴你 這個符號代表什麼意思啊 對不對 那很容易辨識 接下來就簡單的說明一下 那我們是在太陽系的第三個星球 那最近有一個很大的新聞 你有聽過嗎 霍金準備 弄一個計畫 開通計畫 聽過了 我什麼時候講 上禮拜講 是誰的講 是我講的嗎 我在這邊知道 只是我是在公車上 就講的是 我是在公車上 公車上 公車上 公車站 然後我好像其實 他還跟我說講 我在公車上一般講過 他就是 這個東西在幹嘛 我可以 這個東西在幹嘛 不要撞他的 不要撞他的 你明明有手 不用你的工具 你的手是我們人類最大的天賦 你用你的腳 你用你的猴子 你用你的猴子 猴子用手啊 他腳可以像手一樣靈活 所以他會兩個人很靈活 不過今天他準備 因為我們像 太陽系在這邊 離太陽系最近的 太陽系 離太陽系最近的另外一個太陽系 在四光年之外 四光年有多遠 光跑四光年 光跑四光年的距離 光年記得是長度的距離 光年 光年 光年是光跑一年 對不對 那是四光年 四光年多遠 怎麼算 三乘以十的八次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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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麼意思 光速 一秒 光速喔 這是光速喔 這是光速喔 所以我們一秒都跑這麼遠 一秒都跑這麼遠 60秒 就是一分鐘走的距離 對不對 那乘60 就是一個小時走的距離 再乘上24 就是一天走走的距離 再乘上多少 365 36 對 這四 四年 加一 每四年加一 六年一次嘛 所以 因為四光年 四光年 四光年加一 每四年會加一 加一天的日日 所以這總共就是 這個太陽系到地球的距離 遠不遠 遠 聽不懂的 算起來蠻遠的 算起來蠻遠的 謝謝你喔 這麼遠的地方呢 我們要派個太空船過去 你看我們華為人派個太空船 離開太陽系 就花了三十年 嗯 我們派個太空船 到另外太陽系要多久的時間 啊 太陽系我都一光年 淡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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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淡 所以我們要發射出更快的太陽 所以發射出更快的太陽 不是太空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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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早就有點可以弄出更快的太陽 所以我覺得當初弄有什麼好處 不一定耶 不一定耶 現在還沒有效果出現好的方法 去發射出更好的更快的太陽 那太空船 已經差不多是極限了 沒有辦法 但是 你怎麼去 你要想啊 我四光年的位置 我要用二十年去走到那邊 想要這個太空船的速度是多少 五分之一光 五分之一光速 它是五分之一光速 光速有個特別帶它叫做C 所以它是五分之一C 來五分之一C的速度去跑 這個太空船的速度有多快呢 相當一秒鐘可以繞地球大概一圈半 一秒鐘繞地球一圈半 快不快 超快 你只繞一圈半回來 比那個光速超越來快 比那個超音速那個什麼 音速超越來快 閃電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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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閃電俠一圈 是是是 果然是有在注意這些方面的新聞 不是我怎麼說 好 那 那這個太空船呢 要跑這麼快 大概怎麼當它加速啊 怎麼當它加速 加一點 透過離心力 啦啦啦啦啦 這什麼意思 你看一般太空船它加速是什麼呀 它不斷噴很多氣體出去對不對 噴出去氣體 我們剛剛學過物理的就是說 最用力反最用力嘛 記不記得 我把石頭丟出去 我人當然會往這邊飄嘛 為什麼 我在對石頭 施力的時候呢 石頭也在對我 也在對我施力對不對 往這邊施力 石頭對我往這邊施力 所以我就往後退 你站起來 你去吹牆壁 看你會說 你也到肚子 對啊 可是我丟石頭 因為你丟了石頭 不夠踩 你不信 你站起來去推 一句照片 看路想通 來過來推我啊 不要 對不對 會陷下去 你推我的時候呢 我會往這邊晃一點 你也往後晃嗎 那你就反作用力 那從來 太空船丟什麼 太空船不斷把氣力一扇子丟出去 所以太空船往前進 對 可是 你看喔 一艘太空船過去的經驗喔 你不如果 會有看那個阿波羅太空船那個 歷史照片的話 太空船 上面的登陸小景是一點點 太空船是這麼大一隻 後面全部是 後面全部都是燃料 燃料 它只有前面頭是那個 所以假設你現在 而且這個太空船只能到月球 那你一定要到時光靈化的東西 時光靈化的太陽系上去 你怎麼去把你的太空船送上去 怎麼會 怎麼會 用作用力 用作用力 用那個牛頓指的那是什麼 快速機率 怎麼用 那它這樣就沒有偏壞 對 它用阻力然後一旋律 一旋律時間不會到 你的速度不會到 二分之一光速 五分之一光速阿 你速度沒有那麼快阿 這個速度用這麼多的火箭去推它 也不會到五分之一光速阿 不要繞地球 那也不會加速阿 它加速不會到那麼多 它還說那個那個燈籠瓶上面有個 燈籠瓶上面有個那個 有電子節 然後DL上面有電子節 然後咧 互相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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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小了啦 什麼加速 再試試看 用其他星球去吸這個 其他星球去吸 那如果這個有效的話 我們現在很多都有 就被其他星球吸過去阿 我們跟內亞先 先脫離地球的大氣層 它才會再有可能 脫離大氣層就對了 現在我們 我們的地球 現在地球上面很多衛星呢 現在很多的它衛星在地球外面 這些已經都脫離大氣層了 對啊 它們在大氣層外面 有沒有被吸走 不是 它更遠啦 要多遠 月亮 要多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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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欸 軒韻 不要想說跟你沒關係喔 直喔 這跟你沒有關係喔 這最近 最新的新聞 也沒有很新的科技 講起來沒有很新的科技 這是你 你用一個很小的東西 然後它 它用傳動 它這樣轉轉轉轉轉轉轉 然後再 小塊打的話 它可以變得非常快 然後它 打出去就會變 它的反作力就會變很強 為什麼 反作力真的變很強 因為它很 它的那個 速度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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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反作力很強 對 哪個加速度啊 等一下 什麼樣的加速度 就是 它這樣怎麼 這樣出去之後 這條線圖的動作 變切線出去嗎 不是 它是 一個像 它是像這樣轉下去的 轉下去哪裡 就是從 太空船上面 然後這樣子 它是這樣走 然後走到 向下走 然後它這樣會 下來 這是力小缺塊 這是你的太空船 欸 不是啦 它在太空船內 然後這樣轉下去 怎麼轉下去 怎麼轉下去 就是它有一個 軌道的東西 軌道的東西轉下去 它怎麼 它靠我們力轉下去 就是它會在 很多小環節 然後轉下去 這樣會比較快嗎 為什麼你會覺得這樣比較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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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同音他們說法嗎 欸 有同音的說法嗎 中心他們就用這個方式 誰說哪個中心 歐洲囤子中心 他們 你講的是 你講的是 強子對章機的加速方法 對啊 那那還要給很多能量啊 那它是給電力啊 墙子對上機要不要給電力 那要不要給電力常怎麼旋轉 它靠電磁力的作用和它交互作用 它形成一樣啊 磁場 對不對 然後電流方向 然後就有個作用力 它是靠這個力量在轉 那要給什麼 要給電流 它才會旋轉 它有加速度啊 它晶亮機沒有有動機的東西 所以 電力在你太空中 電力哪邊來 太陽能 太陽能 電力有那麼強嗎 沒有 沒有 你已經離開那麼遠了 離太陽那麼遠了 你是往另外太陽走耶 太陽在這邊 我們是往另外太陽走 所以我們離開越來越遠 越來越 你的太陽能越來越弱 是吧 到底怎麼辦 到底怎麼辦 學蓮 不是 你們講個 有可能的方法 它為什麼彈力球的改革 好 這個不可能 然後上很久 然後讓它彈出一點 沒有沒有 彈力球 我跟你講每彈一次 它的能量就損耗喔 損耗可能百分之十 損耗百分之十 你很簡單 拿個彈力球 最好的彈力球 掉到地上 彈起來 再掉下去 再彈 第二次的高度 那就掉下來 這個高度差 基本上就是它能量的差 所以它每次不可以 如果它敵人好的彈力球 沒有能量損失 彈到越來越高度 再彈下去 越來越高度 可是你彈力球再好 彈力球再好 彈力球再好 你平常是維持原來的能量 你能量不會增加 所以速度不會增加 所以速度不會增加 因為能量就是動能嘛 mgmv平方 v沒有增加 你的能量怎麼增加 對不對 你能量沒有增加 v也不會增加 速度不會增加 所以到底怎麼辦 你們這邊在看新聞 我跟不得了嗎 我跟不得了 我跟參同原因就中力波 中力波是什麼 中力波就是 重力形成的時候產生的影響 不知道他們是用什麼方式 跟中力波怎樣排斥 你不知道 所以不能講 中力波沒有辦法不要 不好意思 你不要運用你不知道的知識 我現在講的東西是你們知道的知識 來 我們講一下 第一個 你希望它太空中能夠持續加速 所以一定要給能量 同不同意 一定要給能量 能量誰給 從地球上給 你怎麼靠地球上給能量 電磁波 什麼樣的電磁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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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什麼 政府很大的電磁波 為什麼要政府很大 因為他們就這樣 他們會跟船人多遠的 沒有 沒有 這個問題我們上次有討論過 政府比較大的 政府比較大 但是船人比較遠 因為能量比較強嘛 沒有錯齁 但是不是這樣的 不見得要政府很大 不見得要政府很大 頻率是高 頻率很高 頻率要再高一點 因為能量大 頻率是高的比較快 機動電磁波 什麼 對 機動電磁波 你們看過了機動的電磁波是哪一種 學弟 紅外線的筆 黑搭機 紅外線的筆 什麼叫紅外線的筆 紅外線的筆 什麼叫紅外線的筆 就是按按鈕 然後就能點 鏡片的方式 剛剛他都 焦距在某一個點這樣 你們從未看的發射器 欸 你沒有聽懂他說什麼嗎 沒有耶 沒有耶 沒有聽懂 為什麼不問他啊 紅外線發射器三角 發射紅外線喔 呃 就是說沒有啊 有個不明是有個 有個中他在發射紅外線 然後呢 他這個 他的光線前面又有各個 突充電磁波的 或 突充電磁波的聚焦 聚焦 聚焦在 裡面進一個半個光 沒有 他應該他是 他從教練打出來 那些磁波變成一個平行光束 平行光束 我們講到平行光束 我們經常看到平行光束 那是什麼東西 陽光 陽光不是平行光束嗎 平行光束 平行光束就是他打出來的這條線 噓 你們看過嗎 雷射筆 雷射筆 雷射筆嘛 噢 是不是雷射筆 你們看過雷射沒有 有喔 有看過雷射齁 有看過雷射齁 有看過雷射嗎 不是 紅外線長的吧 紅外線長的 什麼是紅外線 可是我們不在那邊 波長 那叫大紅光雷射 那叫紅光雷射 我們波長 小於紅色 我們應該是大遠 波長 波長 大遠 大遠 小遠波長 大遠 好 同學 看一下 我們不能用到紅 就把它當成紅 紅外線看得見嗎 看得見 紅外線看得見 紅色 紅色外面的 謝謝 這假設是可見光的光圖 這是可見光的光圖 可見光的光圖 這假設是紫線 紫光 這邊是紅光的話 這邊的叫做紫外線 紫外線 這邊的叫什麼 紅外線 紅外線 紅外線是什麼 紅外線是我們身體的膚色是紅外線 假設我現在在熱像以後看到紅外線 我沒有熱像以後眼睛看到紅外線 我把燈關掉就看不見我了 可是看不見我身材沒有在發光 我發出什麼光 紅外光 因為你好很熱 我只要有熱能就可以發出紅外線 我只要有熱能就可以發出紅外線 可是紅外線是看不見的 我們用的雷射啊 那叫雷射 雷射叫做集中光束 因為它的光是被震盪出來的 它是反覆震盪 Laser 這幾個英文字啊 你們有空去查一下 它就是叫做集中震盪 加強產生出來的光束的意思 所以它有個重點是它集中比較平行 它才能夠產生一個比較大的能量 它的平行光束 平行光束它可以射得很遠 不容易分開 它是平行的 雷射能量很強 雷射能量很強 有看過雷射嗎 有啊沒有 雷射有看過雷射切割東西嗎 雷射有看過雷射切割東西嗎 雷射有看過雷射 雷射很流行的是什麼 有看那個美國最新軍 我那個亞克力板 那是小偉他媽媽他們家用雷射幫我切割的 看到沒有 在那個架子上的雷射就平著 亞克力板 他這樣切割的 然後就直接切割出來 你看他們有做那種最新戰艦 他們說好像那個電磁炮 電磁炮跟雷射沒關係 沒有做最新的那個 我不知道 比如朱利亞戰艦 我不知道 你自己擦 你知道就講清楚 不知道好像有 你不要好像有 美國有個朱利亞戰艦 然後呢 那種雷射光 雷射光 雷射光 OK 謝謝 那種不需要那種強 這就是可以用的 我前兩天禮拜六 我才去南部工業院去參觀他們的 雷射的一個研究中心 他們用雷射做3D鏈機 就是把金屬 可以直接做出一個金屬的3D鏈的東西 還蠻強的 好 回來 所以呢 我們可以在地球上 跟電磁波持續的太空船給能量 這太空船就持續有能量 有持續有能量 它就可以加速了 好了 兩個加速呢 它應該要有一個很大的太空船 可是它就很棒 所以很簡單 我不要那麼大的太空船 要怎麼辦 做小一點就好啦 沒有做小一點嘛 非常好 我就把太空船做小一點嘛 這個太空船 你看這個太空船呢 大概是這個房間的 可能是四分之一的大小 我說上面這個 但是這麼四分之一大小 需要的火箭呢 大概是我們學校的這個 這個長的這邊的全部 要兩倍長 這個太空船真的很長 可是我如果把四分之一大小 這個上面的裝東西的火箭 變成這麼小 那我的太空船要變多大 我這樣縮小 至少縮小了大概一百萬倍 那太空船怎麼可以縮小一百萬倍 對 可以喔 是不是 所以他們現在做了一種東西叫 奈米太空船 奈米太空船 這把人變小的意思嗎 沒有把人變小 這個太空船沒有載人啦 把他活不下來 對啊活不下來 這太空船 現在已經很多衛星了 像以前我小時候我知道衛星 大家的衛星大概是這個教室的 大概是八分級 最小最小到八分級大 大一點的衛星呢 就是這個教室這麼大 這個衛星呢 對 現在都流行在做罐頭衛星 因為現在手機功能呢 事實上比以前來講 這麼大一台的衛星裡面 可能就兩台電腦 那兩台電腦比我們現在用的電腦都差很多 那現在手機的電腦 可能比那時候太空船上的電腦都好很多 所以假設如果把太空船的電腦 換成手機上的電腦 我忙這個整個太空船 這個衛星 人到衛星 就變這麼小 對 這麼小的衛星有什麼好處 發射嗎 發射容易嘛 發射容易嘛 省錢嘛 然後萬一它不小心掉下來 也不會掉到地上來嘛 就燒掉了嘛 對不對 很多好處嘛 可是要去另外一個太空船 另外一個太陽系的太空船呢 這麼小還不夠小 還在更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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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只有這個的一半左右 還在更小 那俗成像奈米太空船 光澤太空船 光澤太空船研發出來 可能要花100萬美金以上 一兩百萬美金以上 然後太空船做出來之後呢 這太空船有個秘密裝置 它發射到太空去之後呢 它後面會打開 打開 會出現一個這麼大的板 想幹什麼 一個板 板簡單來講是個布木 一個布木攤開來 那太空船因為沒有空氣拿 所以不會有空氣阻力 所以你掌的任何形狀都可以 它把這個板呢 瞄準地球 然後地球呢 就打出一個雷射光 打到這板的身上 這板打到身上 打到這板之後呢 板就接收到雷射光 那雷射光在太空運行 它就像是一顆球一樣 這球打到身後怎麼樣 會推它 而且這球會反彈 所以不斷打 這光子啊 我們可以叫光子 光子就不斷打這個板 不斷打 不會騙你軌道 你的方向控制得很好 所以不能讓它偏了 你只要打偏了它就偏了 對沒有錯 所以控制得很好 這技術很難 那其實這方法我們都學過嘛 我們到目前為止沒有像 我們要用旋轉啊 那個怎麼樣 我們要重力扑 我們用那些你都沒有辦法控制的東西 我現在都講的東西 都是你現在可以知道 腦袋都學過的東西吧 我拿一個石頭丟 你就被石頭打到 它就會很痛對不對 我拿石頭打到這個板 這板就會前進了嘛 不是嗎 它沒有距離限出 在太空中沒有什麼阻力 你知道出過大地層之後 之外都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阻力 所以光子飛得很遠 不過是雷射 對啊 我講是雷射啊 雷射為什麼被什麼阻礙 不會中間被什麼東西擋住 什麼東西擋住 小影子 小影子可能去進步啊 會不會怎麼樣 一瞬間而已 會不會大一點的 大一點也是一瞬間啊 小影子都不會停在 你在影像中 看到任何星球都不會停在那邊不動 他都在跑的 所以就像我這個弓打過去 咻 隕石進步會怎麼樣 一秒沒 回到一秒 回到星球 回到上面 什麼 如果那個太空粉 剛好在蒙不進去回到上面 那 其實這機會很低 我跟你講喔 基本上 假設啦 假設這個太陽的大小 嗯 那 我們 地球多大 地球可能 不到我的小字頭 這這麼小 不到這麼小 比這個還小 那地球距離太陽有多遠 這麼遠 這麼遠嗎 蛤 地球 這麼小的地球 跟這個太陽來比的話 我們的距離大概多遠 一天有多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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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比較一下 假設地球就是 假設太陽不這麼大 地球應該在哪裡 我們現在看到太陽系的模型 都是這樣 密密麻麻對不對 嗯 真實的情況不是這樣子 真實的 這個小的太陽呢 這小的地球呢 大概是這太陽可能 在馬路中間 地球可能在那個山 再過去一點點 喔喔喔 那你覺得這中間 有很多密密麻麻的東西 擋住你的 你的雷射光嗎 喔不會 太空 之所以叫太空 就是因為太空嗎 太空 那個雷射發射的地方 然後就是在哪裡 我認為他們會把那個 雷射的發射機 放到軌道上去 放到我們的軌道上 地球的軌道 因為地球軌道上 它才不會有空氣 阻礙你的雷射光 先打上去 先發射一個太空船 把那個雷射的發射機 放到軌道上 軌道上空氣就很少了 基本上沒有什麼空氣 那時候你的軌道上的太空船 你的軌道上 你的軌道上 往這個奈米太空船 打過去的時候 這個光線就不會容易受到阻礙 你的能量基本上 就可以傳到這個太空船上去 所以就可以持續你要加速 所以加速一段時間 你加速要加速兩個月 它離開太陽氣之前 它的速度可以被加到 我們自己的光速 OK 所以你看喔 我們現在所學的東西 我現在所講的 介紹這個太空船 我用了沒有超乎你們想像的科技 有 哪些科技超乎你們想像 雷射 我不會做 雷射不用你做 但是你知道雷射 雷射打出就是光速嘛 你有沒有辦法做到 小的 我沒辦法做 但是你有這個概念嘛 這東西是可以被做出來的 這是可以被做出來的 有這個概念 因為它可以塞一台 沒有小的 什麼 的法式的那個感應器 什麼東西感應器 奈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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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空船 他那邊想塞什麼 我覺得奈米是形容詞 不是說真的那個太空船 像奈米那麼大 那形容詞說這個太空船很小 但是應該不至於說 做出一個奈米那麼小的太空船 因為做出那麼小的太空船 它到另外一個太空 太陽系之後 它能夠 運行的一些東西 我覺得有點 因為它會有新的 引力 但是它應該都要經過計算了 進去的時候要到那個太陽系走 它都要經過計算 你怎麼算到下一個太陽系的 那就是觀測 你的觀測夠清楚就可以算得到 所以我跟你說 你要用類似雷射筆的方式 去推用那種 對 但是我們雷射筆 材料哪塊錢的雷射筆 一百塊錢的雷射筆 就這個雷射應該至少是一百萬的雷射吧 我說美金一百萬 它能控制到它的光速 就是平衡光速不會散開的 它怎麼覺得也不可能完全 不可能完全 它就沒有算 你散的很小 同學 好啦 你只要散開0.1度 它大到很遠很遠的地方就散開了 所以它目標在太陽系之內 把它加速到五分之一光速 再遠那就不加速了 再遠去想想 加速也沒有用 效果很差 可是我只要這段持續 等下照光 它的速度會被一直增加 它增加到五分之一光速 就能達到我的目標了 對不對 所以他們這些推測 理論上都可以達成 而且這些理論 到目前為止 都沒有超過你們活動的知識 對吧 不用去想說 重力波 我們要重力波加速 我們要用一些什麼 那些你自己都不知道怎麼做 那就是不用去想 所以科學家正在做的 也不過是我們家所學的東西的 深入版而已 沒有更多奇奇怪怪的東西 所以其實我們選動是很有用的 剛剛知道意思嗎 這是額外的 我們可以講的 這是bonus 這是紅利 好 好 介紹完這個最近的新聞之後 我們來講一下今天的課程 光年知道的意思嗎 所以 是 所以假設說你用 在一個很寬的場地上面 然後你讓兩端都用這樣的方法去打它 然後這樣它會用什麼樣的方法去打算 你用太多代名詞不知道那是什麼 就是 你要 光的方式去打 那顆小小的東西 那顆小小的東西是什麼 你用代名太多東西 對 然後它這樣會越來 怕什麼 你說兩邊去打它 你要兩邊去打它 它打過去又打過來 打過去又打過來 打過去又打過來 所以它會越來越開嗎 你覺得它會越來越開嗎 你覺得它會越來越開嗎 對啊 紫容你跟他解釋一下 好像不會 不會 對啊 想像是不會嘛 我想像是不會 就很簡單嘛 啪 啪 紫容還在這裡 因為啪啪 兩邊都平衡在這裡 對不對 他不會跑掉啊 對 我說 我就繼續追著他跑 因為這裡打越遠 對不對 同一把 小老師加油 小老師請加油 好了 我們來看整個太陽系的鬥罩 太陽 叫做什麼星 恒星 恒星 為什麼叫恒星 整個太陽系的鬥罩 又要恒星 因為我們以前的想像是 恒星是很久變的 它會用你不動 平常那邊就動 就像恒星 恒星有不動 對 那旁邊照額的星球叫什麼 恒星 這叫恒星 為什麼叫恒星 因為它是行動 在行動中的星球對不對 然後在行星的外面呢 這邊假設它有動作 這行星叫什麼 怪星 叫衛星 那有衛星 有有有有 有衛星的衛星球 那是叫衛星 那還是叫衛星 好 假設這個衛星上面還有一個衛星 那是衛星的衛星 那是衛星的衛星 衛星的衛星 像月亮是我們的衛星對不對 對 那我們拍出去的太空船 那衛星跑的時候 我們叫什麼 月亮的衛星 月亮的衛星 就叫衛星 就不用再往下吸分 那這個衛星的衛星叫做 衛衛星 衛星 衛衛星 那衛衛星 那就是孫衛星 子衛星 然後公孫衛星 懸孫衛星 那就太分太細了 沒有沒有沒有 就這樣 都叫衛星了 好 可是我們真實知道說太陽會不會到 會 太陽會不會到 太陽會不會到 所以真實有一個影片 我現在講那個我時間 我等一下放你們看 太陽在走 同時間所有星球是這樣繞的 跟著太陽走 就跟著太陽走 所以這蠻有趣的 所有的星球都繞了太陽 而且同時間好幾個在繞 那幾個星球這樣一直繞 那這樣蠻有趣的 所以恆星是不是這種 恆星跟晴星跟衛星最大差別在哪裡 恆星跟其他這些旁邊 質量大會發光 重點在會發光 質量大是重點 重點會發光 它有能量發光 對它自己會發光的 它叫恆星 自己會發光 自己能發光 它為什麼可以發光 能量大就會發光 沒有 因為 太燃燒 因為太燃燒 對 它在燃燒 它怎麼燃燒 它有沒有很多氈氣 然後 現在還有很多氈氣 有核融核 對 核融核 因為它到達1億 1億 他在做核融核 一般的恆星都在做核融核 這什麼鬼 你解釋 好 你試過知道核分裂嗎 核融核下去要核分裂嗎 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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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聽到 我聽到 我聽到他 我聽到他 中指去撞 好 我們都學過原子 我們都學過原子動機表對不對 對 原子動機表 原子核裡面有什麼 中指 中指跟什麼 石子 原子 原子 欸 薛宇 原子核裡面 沒有在聽嗎 有 你被擋住人都被想要移一下 你被子龍擋住人都被想要移一下 看一下黑人他跨什麼 就在跨歸性 這個表現有在聽嗎 沒有 子子跟中指 是形成一個元素的主要的東西 決定這個原子的性子 是由中指還是由子子來決定 子子決定 由子子決定 所以子子樹 子子樹代表是岩子核 岩子核 岩子核1是什麼元素 青 岩子核18是什麼元素 雅 我猜 18 我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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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是雅 18是雅 對吧 應該是吧 我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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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是雅 非常好 18是雅 好 所以18是雅 我猜 好 18是什麼意思 因為它有18個 18個子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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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它需要18個電子子 但它外面就有18個電子子 18個 18個 薛 薛哥現在知道嗎 18個 18個 另外幾個宗子 不知道 不知道 再查一下 這個宗子事實上 這樣你就知道沒有那麼多 單中圖的影響 它有穩定性 中圖的影響 它有穩定性 宗子它有表 但是後來發現了表 不是 那理論 有一個理論 它的表 中指數跟直指數的比例 要在比例之下 它是穩定的 是穩定的 當這個比例不對的時候 譬如我們再多給它一個中指 我再多放一個中指進去 它就爆炸 再多一個中指進去 它整個爆炸 沒有 它整個爆炸 爆炸就爆炸 爆炸之後呢 實際上不是叫爆炸 它就把多的東西給噴出來 我還是把多的東西給噴出來 要大的 這什麼叫做 這叫做放射性元素 然後噴上 它會有更多中指 沒有更多中指 沒有更多中指 沒有中指 因為噴出一個中指 就是噴出一個中指 它是噴出一個中指 它的噴出 你之後 你之後就噴出 它那個 它那個 對嘛 它這個核分裂 我們現在沒有核分裂 它只噴出一個中指 噴出一個中指 噴出一個中指 這種原子就是要放浮小卷,它本身不穩定 譬如要輕,正常來講它是一顆直直 它沒有中指,沒有中指是穩定的 如果它有一個中指,它穩不穩定 一個中指,它來穩定 兩個中指呢?不穩定 其實也好穩定 這叫做重輕 重輕 他重輕有... 他會發 novamente寫 這是兩個中指的寫法不一樣 那用什麼唸? 清刀穿 清刀穿 它就是代表中指是不一樣 但是這還好 那用的不穩定態是235 用的不穩定態是238 所以又238是放射性元素 又238是不是? 不是 那又238會怎麼樣? 會噴出三個中指 噴出中指 所以它中指噴出去 噴出去就變得很好 它就讓其他的放射性元素再閃 還沒有 先不用吃 謝謝你的分享 它噴出去 它可以噴出三個中指 好了 噴出去的中指都具有能量 為什麼? 你把一個東西打出去 所有的中指都會用這種能量 但它噴出去是不是很快 所以它能量還蠻高的 它撞到另外一顆 另外一顆 右235 右235 假設這邊還有一個右238 它被撞到的時候呢 這個能量太高了 對它來講太高 高到它瞬間它的原子核就爆炸 爆炸它很充足 所以它是一個新的元素 X 另外一個新的元素 Y X127 然後這個會多少 Y會是 111 或者125 加上兩個中指 懂意思嗎 反正爆炸的瞬間 它會產生新的元素 因為它就被分裂了 分裂的時候 可能有多的中指才跑出來 多的中指才撞到別的右238 又把它爆炸 它撞到右238就爆炸了 它爆炸分出來的那個 嗯 會是一樣的嗎 不會 不一定喔 不一定喔 不一定 所以有時候爆炸會產生氫 有時候產生錫 有時候產生鐵 有時候產生鐵 有時候產生鈴 有時候產生金 煉金 對 你可以說這樣煉金素 沒有錯 這叫核分裂 它每次爆炸的時候 它會產生新的東西 會產生新的元素 也會產生能量 然後當這個東西 具體在一個小地方 同時間發生的時候 它會產生大爆炸 這對元素帶 這叫核分裂 可是原則在 為什麼我不會先爆炸 蛤 沒有 它是用它撞下去的時候 它 給它有動機 直到它打開那個爆 第一個爆 基本上 他們有算過臨界點 對 要臨界點 剛剛其實軒尼講得非常好 那它平常在發射中指 為什麼它會爆炸 對 它有量 它的量 如果控制在很小批的量的時候 這樣的可連鎖反應 反應不起來 它的數量 它會發熱 它會產生連鎖反應 但是連鎖反應很慢 所以不會那麼集中 可是當你這個量呢 一次集中到 零界點以上的時候 這個量 就會瞬間爆炸 瞬間爆炸 因為那能量就瞬間提高 所以一般的原則量 早期原則量很簡單 就是把右的238分的好幾塊棒子 中間用千板格來 千板什麼好處 千板可以吸收中指 所以中指抓到千板就被吸收了 所以它就不會打到另外的右的238 然後呢 要爆炸的時候 瞬間就把那個板子抽開 板子抽開 這所有的右238分的去在一起 而且那個量已經超過零界值 就瞬間就爆炸了 那會不會板子 部長抽不開 那就不會爆炸 好 這是和分裂 和龍骨盒是什麼 兩個很少的東西 然後讓它龍骨在一起 龍骨在一起 像太陽目前最多的東西是什麼 是氫 然後接下來是氦 兩個氫和氫的東西 兩個氫和在一起就是什麼 就是氦 兩個氫 氫不是第一個姿子嗎 兩個氫不是兩個姿子 所以兩個姿子核在一起 不是氦原子核嗎 是少了兩個宗子嗎 對不對 所以我四個氫可以合成一個氦 氦裡面有兩個姿子兩個宗子 所以它可以這樣變來變去 它會變來變去 它就是一般它也要說 氦子跟宗子可以變來變去 氦子跟宗子本來就可以變來變去 但是能量很高 能量很高的情況它可以變來變去 所以它經過這樣的核轉換之後 它轉換成氦原子 所以這叫融合 它從小的原子融合成大的原子 從小的原子融合成大的原子 那這過程當中呢 它就放出很大的量 所以它就罷光了 因為它很多質量會損失 這東西怎麼損失的呢 它就是質量損失的呢 它的質量損失它就變成能量 這叫做 E等於mc 你拿著手 這不是質量手 這是質量互換 質量互換 質量互換 要去塞開 要去塞開 是質量的